是進步了的 比起第一次 起碼都沒有拿張國軍的名字來玩 起碼沒有開波就逐個讀議員的名字讀 起碼都沒有主動邀請 在席間的議員發言 他們都不想講這些資料去講 這些是進步了的 不過我想提提James 其實我們看一件事 第一就是我們 如果我們用英文講 The matter speaks for itself 用Latin講 Raise locata 如果我們用中文講 就是事實正於紅辯 事實上從來沒試過 選一個委員會的主席 選了兩次會 四個小時都選不出來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一個所謂的 Accluminative effect 一個累積性 不是昨天的表現 就令到大家有意見 而是兩次加起來的 昨天即使我聽到James 我沒有聽完的部分講解釋 我同意昨天他都盡可能 是有些很無理的 泛民的同事提出的事項 他都是很快地去處理了 不過只是看有關於 所謂利益衝突的問題 我覺得如果 以陶瑾森議員這麼熱心的 很清楚明白到 在立法會任何法案通過了 如果理論上都變成法律的話 理論上任何律師大律師 都有機會處理這類案件 也都有機會 所謂叫做有利害 有利益上的衝突 但以往我們一向都覺得 這種是一般性 不屬於國外的利益衝突 也多次有案例說出 這些不構成一個利益衝突的問題 以陶瑾森議員這麼資深 兩秒鐘就已經說 這個不是一個規程問題 以往也有很多討論過 這樣不應該處理 特別當陶瑾森議員 自己也有意見給了之後 接著他又再問法律意見 法律議員都說了類似意見之後 他又再次說 為了謹慎起見 我們重新問每一位議員有沒有意見 說法律就不要說政治了 逐個說 但大部分人都是說政治 不是說法律的 這樣的程序表面上很正當 實際上也是在拉布 阿婆 你記錯了 你混合了 就先你說鄭松泰的質疑 我沒有問過他們同事的意見 就先那個 你問那個議員有沒有人 我初步有這些意見 我立刻問法律顧問的意見 不是 我立刻問法律意見 你已經有初步 你覺得你沒有問題 接著你就問法律意見 接著你再說我為了謹慎起見 原來每一位議員有意見 不是 不是 那個不是的 那個是在說張超雄 可能你中間不知道是不是有離開 不不不 我坐得很清楚 因為張超雄叫我押後一個星期 因為是13萬人遊行 我就立刻說 我覺得應該我沒有這個決定 那部分他們正在發言 就不是你所說的 你明濕了 你有沒有停了處理法律 15分鐘處理鄭松泰的意見 因為我剛才說了 可能你剛才沒有聽 因為我問法律顧問 我說其實是不是很shake forward 但是法律顧問說不是 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 你不如停一停 我跟你說清楚 還有可能你如果有些背景 可能你要檢查一下律師行 或者等等那些東西 可能是他提我 主動說 喂 停一停 穩陣一點 我不知道你跟他之間有什麼對話 不是 我剛才公開了 我跟他對話 如果那個是錯的 法律顧問你可以說出來的 我不會誣蔑他 借他過招的 大哥 這樣說 我現在說回 你跟什麼對話 我不可以再評論了 但是我只是說 客觀來說 四小時選不到豬 這個就是史無前例的 嗯 你很多處理那些規程問題 如果一個有經驗的主席 你兩下就已經處理了 就不需要逐個問的 當然你可以說 好像我用的一個例子 你可以很多時候問 做什麼都好 你可以做粒米去洗 都是叫做洗米 昨天你就在那裡洗米 表面上就是 我是很正當去洗米 但是沒有人洗 會做粒米去洗 這個你是有一個 就是 就是誅心論這樣想 我不是誅心論 我絕對不誅心論 我只是說 你從來試過 有沒有一個主席的選主席 是選了兩個會選不到的 有沒有試過 我現在說 你要這樣想 記住 最後就是 說得白一點 那些泛民的議員 他提不提出一些 是能夠 跟議事規則是符合 而是挑戰到 有議會的程序的合法性 要處理的問題 如果沒有的 我兩下就能夠 對不起 對不起 你給我更加清楚 你清楚有看過梁國雄 訴曾鈺成的案 去到終審庭 你一直不斷強調 什麼合法性 你是浪費氣 你是穩笨 你是多餘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程序裡面 法庭的終審庭 都是不會干涉這些 我們開會自己的家事的 除了 如果你是離了大譜地 立法會有權的 除非是你離了大譜地 違反法庭 你不要離譜 不是他有最後一個 探索庭的 你看清楚 你看清楚 是真的 最後有一個探索庭的 對不起 我現在害怕 我現在害怕什麼呢 就是我做錯的決定 就不是你去申請宣庭覆核 你不要叫我自己申請 自己覆核自己 有沒有搞錯啊 Paul 我這麼奇怪 你可以現在馬上 如果你現在 剛才你說內會做些事情不對 你可以馬上 新冰之下 馬上禁制你 我邀請你 我挑戰你 在做人生 不是 我都說了 你是多餘說 內會的事情 現在還沒發生 如果發生了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要 看看應不應該要做任何事情的 你不要通知我 因為我都說了 如果我跟內會打 我可能要中籌了 那我要做很多事情 我幫你給律師費 我幫你給律師費 對不起 如果你贏了的話 你不要 你利益衝突 一分鐘 你就打算去選做主席 你就給律師費 我去挑戰 你做律師 你做得這麼糊塗 我不是開玩笑 你不是開玩笑 你在公眾地方 這樣開玩笑 別人不知道你開玩笑還是開玩笑 你很認真 我是眾籌 你就給律師費 給我去挑戰內會 然後選出來的程序 可能會選你出來的 建制派想 那就更加公道 如果是這樣 我確保你內會的程序 不要亂了 我不是亂了 我只是跟你說事實 James 你不要燒瘡成你很中道很正義 才行 你是在玩笑就認玩笑 大家都叫你玩笑 你喜歡罵我玩笑 你可以繼續的 Paul 不要緊的 你喜歡玩笑 你繼續玩笑 我也要告訴我 因為事實已經紅变了 我不用多說了 有40個建制派議員 有個聯署 就去內會 叫做主席李慧琼 就要換主持的 你是其中一員 你們的想法是怎樣的呢 坦白說 我就不知道其他同事怎麼想 因為我也沒有機會跟他們商量 由於大家都覺得兩次會議都選不到 主席是覺得非常之不合理 於是認為這件事要加上給內會做一個 不過希望是一個更加客觀 更加全面性的討論 作決定 然後看看我們怎樣向前走 因為如果我們不能向前走的話 整件事就 恐怕我們不只是這次 因為非常之壞的先例 以後每一次選主席都有可能發生這些事的話 議會就不能夠有效運作了 為什麼內會會更加客觀 更加可以看到這件事呢 因為會多些議員參與 有件事 譬如說發生了什麼 就不是一言堂地說了 有人在這裡坐著 就可以玩了很多東西 我希望這個有機會 大家可以去辯論一下 討論一下 但是大卡都60多人了 其實法委員會都60多人 數人數就差不了幾 而事實上 內會都是真的有這個權限 去做這件事 因為內會始終都是產生 法務委員會的機構 現在就說用議事規則的 有關內務委員會其中一項 就說可以事務委員會的行事方式 和程序提供指引 你想認知的指引 是不是包括可以指示會賣主席 你怎樣解讀這個 由於內務守則 所定出來的一些指引 是每一個委員會都盡量按照 而事實上內務守則的權限 也是基於那個議事規則的 所以內務守則裡面那個指引 理論上可以是一般性的指引 就是我們現在很多委員會 怎樣做法 做主席怎樣做法 合文都已經跟這個內務守則去做 也都有可能是特別性的指引 例如說某些事件發生的時候 怎樣處理呢 也都有可能是事前的一般性 例如說我們一早已經有一般 雖免上的指引 所有委員會都要按這個一般性去做 事前定了的 也都有可能是事法中間 發生突發事件的時候 有需要作出特別的指引 那麼說得那麼清楚 不過由於他說得明白 甚至連隨時可以終止委員會的操作 定下限期給他 或者作出一些指引 如果是選不了主席的 當然我們不能夠預先預計 每一件事會發生的事 也都從來沒試過 有這麼荒謬的事發生過 如果今次發生了之後 內會要不要這樣做呢 這個劉文內會會再商量 但是現在似乎 不斷的規矩就是按資深序來排斥 就算你說不喜歡逃生 第二個換下去應該是梁耀忠的 這次你又提到石禮謙的 這裏又是怎樣做的呢 這個呢 都有待大家商量的 因為我有些意見 本來說是應該找秘書處的 同事做可能會更加公正的 但是我理解到這一方面 都有些的顧慮 有些的考量 到時是不是真的用石禮謙這個建議 或者還是有其他更加客觀好的方向去想呢 也都要看背書處會不會有任何 或者不方便 或者不適當的 或者他們的反應呢 這個是要看下到時 到最後怎樣決定 但是其中現在一個方向就是 找石禮謙議員做 這個是其中一個方向 但是似乎又見不到 有寫到說可以用立法會背書處來選主持 現在只是說石禮謙 現在他們的聯署信裡面 那邊就提石禮謙 但是事實上到時討論 我相信也可能會有些其他建議 反建議 甚至可能非建制派同事們 如果有其他更加好的方案 我相信來會同事都會細心考慮的 但是你自己呢 你個人不是支持找石禮謙嗎 你也是聯署者之一 聯署寫下去就應該是傾向那方向才簽下去的 可以這樣說 因為現階段來說 因為秘書處沒有明確的顯示 他們會否接納一個秘書處被委任 做這件事項的對象 所以現階段來說 都是可行的方案 但是如果找石禮謙 你自己覺得道理上是怎樣說下去呢 因為如果排序又沒有到他 那似乎都是自己人 找過自己人做主持 怕什麼人質疑 會有這個可能性的 但是我們正如我剛才所說 應該是初步的方向 如果有其他同事有其他好的提議 例如說找梁耀忠 梁耀忠願意接受的話 也都可以考慮的 但是目前來說 我相信因為沒有機會跟梁耀忠溝通 比較了他的意向的話 現階段在石禮謙是微尚不可的 就是說如果找梁耀忠做理都會支持 還是覺得更合適呢 聽你這樣說 只剩下他制不去 我想任何人如果不會在往績上 在表現上連續兩次四小時 都選不了主席的話 我相信其他同事都會覺得 是一個可以比較接受的人選 但是經過這次經驗之後 我相信大部份人都覺得 起碼建制派同事們都覺得 淘金珍議員對不起了 因為似乎真的是 我們機會給了兩次了 但是真的做不到應該做的期望 我覺得是可以考慮一下的 OK 好 那謝偉俊多謝先和你聊到這裡 謝偉俊是立法會議員 也是議事規則委員會的主席 直播室繼續有立法會議員淘金珍 剛才你怎麼看他說 有關秘書處做主持 梁耀忠做主持 還是石禮謙做主持 那種選擇 似乎就是想說來會 但又傾向又可能石禮謙 我不評論這些 因為說到底 我只能夠說 你主持人也問得很倒極 退一萬步 如果你說你對我已經不信任 或者內會對我不信任主持 那你怎麼可以 你一定要說要找你的人 那你講得看 就是你建制派都玩了 你想做一套建制派議事常規而已 你透過多數在內會控制 那你就可以指示 每一次都一定是建制派的人 來做主持 其實你想建立一套新議事常規而已 不過記住 你現在的困難 我想可能謝惠俊的心裡 你見他子女行奸 他都不想欲言又止 為什麼呢 因為確實 是不是那個指引能夠做到這個效果 就是換人 為什麼呢 因為事實上那個選舉法案委員會的議事常規 是定了下來 你還未改那個內會 內會不能夠透過一個會議 能夠改議常規的 這個要在大會的 因為議員議案要兩邊過半數的 所以我想他們的困難就是 法律挑戰的危險 當然了 到最後他說 叫我去做私下覆核 甚至資助我 我這個真的是最荒謬 OK 接下來星期六都會有一個 應該都會有這個特別會議的 民主派會不會參與 你一定會參與 我一定會參與 雖然我原本是約了一些東西的 不過沒有辦法 都可能要改 有沒有什麼策略可以做到 在內會之上 我就不會有策略的 因為我仍然是 那個主持會議的人 如果有人對我有不公平的指控 我就唯有說回我 我相信主席應該會 一定會給我合理的時間 說回我自己的看法 觀點 以及當時怎樣處理的程序 即你現在說到底 你是沒有一個具體的 說哪一個位置是做錯了 不合意是常規的 你只不過說 你可以快一點就停止了 這個問題就是 這個就是大家對議事常規 那個執行的 有一種的 我承認寬謹道是有不同的 他也說了 我第二次比第一次好 好的 我們密切留意 往後的議會上發是怎樣的